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0日 星期三 其實我一直都在說 今個月如果是5日出現高低位 高位應該是大概20日左右才出來 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一定是抹開的 先看看 直到現在的一分鐘 10月份的低位是5日的23,681 高位暫時來說就是20日早市的26,214點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533點 形態上都是利好的 因為指數已經回到10天20和50天線上 而且有少少升離了的感覺 但問題就是大市如果要進一步向上挑戰 例如100天線這樣計算 或者試回9月8日的高位26,560 不是說不行 不過成交金額真的要調出來 其實直到現在這分鐘 我都覺得大市成交金額不是那麼相配 好了 在形態上 市回到50天線上 是代表中期的走勢 理論上是可以支持市 在技術上進一步向上望 但看回市的動力又不是那麼相配 即是經過了2533點的反彈之後 我覺得市需要稍微消化甚至整固 現在正在看50天線 大約25394點的防守性是怎樣 說真的 來到現在再追 就要承擔反復的風險 不如索性等等